就在今日,小米宣布高通双5G强星,独揽首发 在大家都翘首以盼首发会花落谁家时 小米正式宣布高通双5G强星,独揽首发 虽然该机还未正式发布 但高通方面已经对骁龙765系芯片做了简单的说明 该系列有骁龙765和骁龙765G两款 定位中高端,除了支持双模5G外 下载速率还可高达3.7Gbps 可见Redmi K30的性能有望成为接下来的5G终端手机零跑者 因为这并不是小米第一次首发高通芯片 今年的高通主流旗舰骁龙855也是小米9首发搭载的 去年的骁龙845在国内也是小米MIX2S首发的 可以看出小米在多年来享有高通的首发权 首先肯定是与高通的友好合作分不开 当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小米也有着不错的技术和品牌影响力 联合高通两者都能实现自我双赢 就比如这次的小米独揽高通这两款5G芯片首发权 很明显小米10和Redmi K30都将是两个层次的领先水平 肯定能让小米品牌率先抢占更多市场先机 在这个5G即将大力发展的一年中站稳地位